好了 继续讲经 我是在讲经当中的病 那一年是夏天七月 这个基隆一个老和尚 请我讲了引进 大概讲了三分之一的病 那 一个月就好了 我没有求寿命 寿命真的是延长了 延得很长 就出乎我意料之外 所以我现在不怕死 我有凭死的经验 比如说我有两次死过的经验 第一次是45岁 第二次是 79岁 79岁那一年 我旅行在中国北京 住在饭店里 病倒了 也很危险 四天 时间不长 四天 高烧 到第四天 退烧 清醒过来 我就回到香港 所以养了两个星期 就回复了 所以有两次 平死的经验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复了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那目的呢 那目的呢 通通通通放下了 没有一丝毫留念 为什么 假的 别人不知道 我知道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说佛 越学越清楚 越学越明白 众生实在太苦了 苦在什么地方 迷得太深 迷得太重 把假的当作真的 真的是一丝毫不能就差 相信科学 你们看到这个 这个2012这个电影 那是科学家说的 科学家说出这个灾难 没法子 拯救啊 华言经上啊 说出这个死心 他有办法拯救啊